大家好 我們是CreateChair 我是重用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什麼主題呢 就是關於大眾交通 最重要的換乘 因為很多人都會去 來韓國的時候 都是搭地鐵 但是其實有時候 搭公車也很方便 那我們現在人在椅子路 我們等一下要去南山塔 南山塔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搭公車上的 要不然就要搭這卡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 換乘的部分 我們一起來 我們在椅子路入口站 我們在椅子路入口站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從 椅子路入口到 南山塔 那這中間的過程就是要轉乘 地鐵再搭乘 南山橋 巴士上南山塔 我要怎麼知道路程呢 其實韓國人最常用的就是 Never Map 因為Never Map在韓國是最準確的 之前有看過我們影片的人 應該也知道 多MAP其實就不是那麼準確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南山塔 我們從2號線轉乘 3號線最後再搭南山 循環巴士上山 那在地點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這些 表示這個是做什麼呢 就是讓你不要拿左邊 但通常左邊跟右邊 它都會分成你的路線 那你就直接看 最上面或是最下面 它會不會一線來為止 就是讓你這樣往上搭 會經過哪一個人 那其中一個就是你要搭的地點 它就是對的方向 但是如果它這個是錯誤的方向 它往下搭 完全沒有我剛才提到的 你植物探偵的探偵 它就不要大錯囉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的地方 其實就是像這樣兩邊 可是兩邊不一樣月台的地方 所以搭乘起來 千萬不要跑錯站 那如果跑錯邊的話 沒關係 我現在實測一次給你看怎麼辦 這裡是錯的方向 那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魚額是17,900 剛才被扣了 結果我發現 欸 這也不會去我要去的地方 到怎麼辦 我就直接馬上 在五分鐘之內出來 然後呢 再怎麼辦 到對的月台 真的不會扣錢 欸 不見了 真的不會扣錢 所以這樣 如果之後 真的搭車的時候 你不小心跑錯邊的話 其實也不用擔心 你就直接 在五分鐘之內 千萬不要再往其他地方搭 你就直接在同一個月台 換 再走出來 就不會再扣錢 那我們到月台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 就問怎麼用呢 除了你可以再一次確認一下說 自己搭的方向對不對 另一個部分是 我們等一下要在 椅子路三接的時候換乘 那椅子路三接 它這裡有的數字代表什麼 幾隻幾隻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說 最快可以換乘的 那幾個車廂位置 那我要去轉 從二號線轉三號線的時候 在一至一號車廂 可以最快的換乘 走吧 如果說要看電車編號的話 好 我們看地上 在這裡也可以看 那車剛好要來了 我們就一起上車吧 耶 我們下車了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在一號車廂出來的話 很快的就可以直接到電梯 裡面轉乘的通道 如果 你沒有按照剛才的小步 Taple去做的話 你不要走那麼遠 地面 它都會有非常明顯的指標 而且還有電話板的零 它都會有非常多電視的 你直接跟對我一起走吧 那我們現在在等車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 小東大陸保證 他男生間不發誓 我要等多久 26分鐘 大家有看到嗎 26分鐘 傻眼 這裡過去應該不用3分鐘吧 可是沒關係 我們在有不同 那個Neverman往下滑 這裡有替代方案的法式 就可以看到說 喔 其他的大概10分鐘 就可以到達 那我們就直接順著過去 然後搭乘車 公車吧 那我們已經到了東大陸保證 究竟要怎麼再確認 要從哪個出口出去呢 直接放到最大 哇 6號出口 它就有那個 腳步 路線帶你去搭公車的地方 那我們就直接從6號出口出去吧 那我們 我們到公車站牌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確定一下說 自己搭什麼位置到底對不對 而且要到底搭什麼車 這裡都有直接標示 那我們要看的話 就直接看這裡會有鏡頭 確認到南三恩首爾卡 就代表說這台公車可以到 那這台公車也可以到 就不是很方便呢 我們該去等公車 公車走了 公車走了 為什麼不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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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來了 那我們要上車囉 好嗎 不用錢 轉身的東西 轉身的武器 好 開門 orno 我們大概搭了 10分鐘吧 蠻快的 就可以直接到南山塔了 我們就要必法下車囉 人蠻多的 然後這裡就是最後一站 你看 還是一樣是17000又不見了 我們終於來到南山了 看看這個 超大一根 超大一根 好 那我們最後再提醒一下大家說 如果搭公車的話 要講有轉乘優惠的該怎麼做 下車一定要B卡 現在跟台灣有些地方 應該是全部的台灣 應該都要上下車B卡 所以沒問題 而且B1卡之後 你最多可以享有四次的轉乘優惠 喔 舌頭要打點 四次的轉乘優惠 對 而且在30分鐘的期限內 早上7點到晚上9點的30分鐘內 轉乘 只要不超過10公里 你都可以不用再加任何錢 這樣子四次的話 最多影片剩下6000多韓幣耶 超划算 可是我的臉已經快要凍僵到 話都講不好了 那最後最後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下面幫我們點個Like 而且要訂閱我們頻道 順便打開小鈴鐺喔 終於從南鄉回來了 因為外面太冷了 所以我們就買到了 麥當勞 會保一下肚子 可是 其實我的感覺好像是 適應韓國的大眾招 其實真的沒有那種難 只要你多搭幾次 然後有手機在手上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 而且你偷偷看回去的公園 但是真正難適應的就是 外面那麼冷的冰氣 真的在台灣沒有那麼冷 等到 剛才講話大家應該都覺得說 我講話講不清楚 雖然本來是講不清楚啊 可是就是更講不清楚 因為真的太冷了 連手腳都不經識怪 那 你們今天我的感想就是 比起這些困難的大眾招呼 還是天氣真的比較難清理 拜拜 拜拜